我看一下就是說這個地方 呃這個在這個Proxy Bar 這地方它有這個屬性 屬性裡面的話這個叫Visibility 就是說能不能顯示出來的話 它的預設值是Visible 那假如說你把它變成Invisible 之外另外一個叫什麼呢 叫個Gun 那你想說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別 好像這個Gun 跟這個Invisible好像根本看不太出來有什麼差別 但實際上你會發現 比如說我用這個把它設定成Invisible的話 我讓一次給各位看就知道了 那特別注意有個要點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的Layout是LinearLayout的話 LinearLayout的話才會有差別 如果你是用SchoolsLayout的話就不會有差別 我們來讓一次給各位看 比如說這個地方我用Invisible 那這邊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是Invisible 跟Gun的差異就是說呢 它會佔一個空間 Invisible呢 即使它看不到 但是呢 它也會佔住這個位置 會佔住這個位置 那你按執行的話呢 它會出現 那關閉的話呢 執行完畢之後呢 它會關掉 但是它的位置還會佔住 會佔住在這個地方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把這個地方改成那個 叫做Gun的話會怎麼樣呢 Gun的話呢 就是說它不會佔住這個位置 那什麼時候呢 它會出現呢 就是當喔 它出現的時候呢 它才會把那個位置跳出來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我們來執行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 執行之後呢 那Button的位置會 往上挪 它不會佔住 不會熱 等到它一開始執行的話呢 它才出現 出現完畢 如果說呢 它執行完之後呢 它又會關掉 關掉之後那個Button呢 又會怎麼樣呢 約往上跳 跳上去了 所以喔 這個 這個屬性喔 差異性就在這裡喔 差異性 一個是 會佔住 這個一個位置 那這個Gun的話是不會的 等到觸發的時候呢 它才會顯示說 這兩個差異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 讓它程式去撰寫 這邊的話 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喔 這邊有一個說明 在講義裡面有一個說明喔 那它其實有點類似 就是像那個Agence裡面的 那個過場的動畫喔 那要模擬出一個動畫出來喔 所以 這邊的話就是說 在同一個事件 要處理 要同時 同一個事件 都要同時處理兩件事的時候 必須 將其中一個交給一個新的喔 叫Switch 去新的執行序呢 去做處理 那定期一個Switch的喔 它無法控制原來的這個 提供體元件 那必須呢 使用Handle喔 來傳送Message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後面的程式呢 就會用到 這個Class喔 跟這個Class喔 那這邊要怎麼去做 傳送訊息的動作呢 這裡的話喔 我們來看一下程式部分 首先當然喔 當然在這個地方 一樣做一個宣告喔 那宣告部分的話 Test View Button 還有這個Classbar喔 這地方 那同樣用翻譯把ID找到喔 找到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們當Button按下去 所以Set上Click 這部分前面都做蠻多的 那Click之後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首先的話呢 當然 最簡單就是把上面的文字改變 改變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要把什麼呢 那個Class 這個叫Classbar喔 這樣就走到 不過去就是